中間一定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不然怎麼知道 莫名其妙會把那個串在一起 因為就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一起錄完 好 那我們請哲哩老師再問 別給我 沒有 當然 怎麼樣 他等一下有興趣的就是 你怎樣嫁給我肯定嗎 因為肯定幫你輸出 然後那裡是超越那個人就 好 等一下 錄得要錄 要寫發燒 好 好 因為 所以呢 比較關鍵性的東西就是說 當你看到一個實體的東西 你要把它抽象化 所以你把它抽象化變成一個數字 而且你把它抽象化很有趣的 只剩下一個問題 所以那個過程當中 到底怎麼會去串點過來 那為什麼你這樣想 就代表命令解決的問題呢 至少不前為止 老師還可以感受到說 欸 這樣就代表命令解決的問題 所以 但最重要要再起頭 老師就沒辦法抓到 你串點過來 好 這樣下一次 對明白 我剛剛那個幫幫幫忙的 錯字 就是想說 修正 我想問一下它的 他的生活應用 那針對第一個老師他所說的問題 有時候說為什麼九連環 我可以把它套用到隔連環上來 只是當初我開始開這九連環的時候 我就想說脫跟套 他到底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種的詮釋方式 所以就決定了用0跟1 但其實我一開始下去看的時候 我把0當成是套 1當成是脫 所以我就往二進位這個方向去看 那二進位我一直看 你看到最後比較接近 其實就是所謂的這個 金色見譜法 可是我下去 實做之後發現0跟1 他其實我所設想的是相反的 那九連環他 這個實際應用的方面 其實我覺得他編碼方式 如果說就像是所謂的遺傳演算法 他可以說 當我們一開始給的編碼都是錯亂的 那我們要到達最後的 全部都是套 也就是全部都是0的狀態 那總共我們要實驗多少次 我認為我現在要追求的目標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